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赛付出表现抢眼 拿下了22分13篮板五助攻的数据 堪称是完美回归 一共三人的关系很好 除了迪小川和郭艾伦之外 还有一个人是林书豪 三人经常在休赛期的时候碰面 包括了林书豪拿下NBA总冠军之后 来到中国参加活动 见到的好友也是迪小川和郭艾伦 当时的林书豪还没有确定加盟首钢 三人一起拍照 玩得很好 如今除了迪小川完美付出 郭艾伦抵达朱记 林书豪也有利好的消息传来 据悉 早已经结束治疗和隔离的林书豪 将会在月底回归到北京首钢 赶上球队第一阶段的比赛 此前的报道是 林书豪八月份回到上海之后确诊 治疗隔离之后还需要兑现承诺参加赞助商的一系列 活动同时还得恢复身体和状态 不过很显然从眼下来看 林书豪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 处理完场外的事情之后 可以专心回归篮球了 其实林书豪一直都在努力的训练 从未放松过对于自己的要求 回国之后 虽然没有范教练在身边 但林书豪知道自己是接下来首钢非常重要的球员 没有林书豪的首钢上个赛季表现很糟糕 纵使引进了实力不足的球员 但依旧季后赛低迷 他们是极需要一名可以更好组织传球的后卫 而林书豪就是最好的选择 所以也期待接下来林书豪的表现 争取可以尽快回到球队 帮助球队在本赛季完成崛起 也期待他的表现 祝福后赛季完成 此代表现 祝福后赛季完成 这位置的表现 家里的表现 所有人都没关上 在家里的表现